凭借着一副好嗓音,而深受网友喜爱的冯提莫,日前戴着口罩,与工作人员低调现身北京机场,作为火爆网络的女歌手,人气不低的冯提莫刚下飞机,就有好几个粉丝举着手机,在前面为其开道,见粉丝这般热情,乘坐手扶梯时,冯提莫还不忘灰灰可爱的拳头,跟粉丝的镜头互动,离开机场后,冯提莫跟助理来到三里屯附近的一家美容店做眼部护理,直接美容师拿着各种工具,在其眉毛周边仔细地捣鼓了一个多小 冯提莫才跟助理离开,离开商场,冯提莫又带着助理,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个烤红薯,之后才一路边走边吃的与助理们来到公交车站台旁等车,在助理们交集的望向远方,寻找网约车影子时,冯提莫低头认真吃红薯的表情,简直不要太可爱,就这样,一路抱着红薯吃到家门口后,冯提莫才接过自己的行李箱,带着助理上头休息